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回之力可分阴阳调剂不同的力量 让一切变得循环不新起来 若是明徒女王赫拉身上植入轮回之力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 她混乱的力量会被轮回之力调和 最终变得更加恐怖 恐怕便是大地之中能够与她抗衡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唯有完整的四方之神 小天的师父福西大帝等人现实 或许才能与她一阵告地 如果轻衣真的是拿出轮回之力 恐怕让明徒女王下跪都行啊 并不是完整的轮回之力 而是一枚道种 老人说 真正的轮回之力哪里可以传承啊 风都大帝将此力量完全掌握 可那并不是属于她的东西 那样的力量只能属于天 风都已经死去 这一点无庸置疑 我曾经有感应 它陨落在另外的一片世界里面 一时成灰 所有印记都被抹去了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这是既定事实 其实她做的这些 当初也是无奈之举 实属弃居宝帅 说着 老人指了指天 笑着说道 风都这些年蹦跋得太厉害了 早就已经被盯上了 她虽然也想陪伴着 那个叫轻衣的年轻人 一直走到最后 可惜 只要她一靠近 那个叫轻衣的年轻人 带给人家的只能是灾难了 所以到头来 她只能自己去送死 这样才能转移注意力 让那个叫轻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说起来也真是图谋一场空 她机关算尽 到头来 不外乎便是想掀翻太古的王座 打造一片新的天地 她自己也能作为功臣 永远铭刻在天地去 谁知道到头来没等什么呢 她自己倒是先搭进去了 也是再见不到新天地诞生的那一天到来 不过她死之前 她倒是把该做的准备全都做下了 曾经留下过稻种 里面记录了她在掌握轮回之力的这条路上 所有感悟和心得 还残留着一些轮回之力 能让拿捏这枚种子的人真切感受到 什么叫做轮回之力 虽然她并不是真正的轮回之力 但却是打开轮回之力的钥匙 给了明徒女王赫拉 这个赫拉还真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风都 或者说这个叫做轻衣的年轻人 也可以承诺赫拉们 当未来的新天地诞生的时候 赫拉将成为整片世界的地狱之主 掌握着轮回之力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看吧 多么的有诱惑力啊 想想是不是很心动呢 尤其是对于赫拉来说 总好过 呆在这暗无天日的物质国里 孤独成王 被世人慢慢的遗忘 要强吧 老人这话说的是轻描淡写的 可是言语之中所透露出的信息 就是异常让人心惊 迄今为止 对于张道林的死因 我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猜测了 通过铁杉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 在这天地之外 怕是有一股更加可怕的力量 在监控着这一切 张道林八成就是死于那股力量 现在看来 封都之所以在黄泉水牢中 留下绝聚后慷慨赴死 原因也是不简单的 他早就被力量盯上了 只怕最后祸及轻衣 最终打断张道林的复活进程 才自己主动去死的 而轻衣 似乎现在也确实有着 绝对能打动 名途女王赫拉的资本 可是转回来 我的疑问又来了 这个老人怎么知道这么多呢 好像这天下大事 都在他眼中一样 我和轻衣的来历 天下格局的博弈 未知力量的究竟 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 所以才有一眼点破 各种关键的能耐 可是他明明一直都待在 这个地方啊 真是了不得的神通 最后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多谢前辈点拨 三清说道 只是我们实在是退步的 若是让轻衣 得名途女王赫拉的帮助 唯恐我们几个 就再没翻盘的机会 届时 这新旧力量之间的交锋博弈 输赢已经见了分枪 而我也算是彻底输给风斗大帝 已经被他戏耍过一次 我不想再有第二次 白谢 说完 三清道人再一次深深作异 而后起身一挥手 喝道 强渡吴金海 在这里与轻衣生死一战 胜负在此一举 雨落 我们几人纷纷上了 昆蓬级的身子 伴随一声长鸣 冲天而起 杀破迷雾 朝吴金海进发 下方那老人的身影 在我的眼前 也是越来越模糊 我看见他盯着我们 看了片刻之后 终于从杀衣上起身离开 只留下一道背影 不过这个功夫 他之前那种淡然 一下消失了 身子勾勒 竟然产生一丝落寞 那是由心而发的悲哀 与凄凉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流露出 这样的情绪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猛然间察觉 我胸口的龟甲 竟然发热了 悬横出现了 我被吓了一跳 这龟甲竟然有了动静 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不过也就在你一刹那 这龟甲就又没动静 我再回头看到老人 他已走远 只剩下一个黑点 不过身子又一次挺得笔直 再也没有方才的落寞 不对 不对 玄恒刚才明明出现了 这时候 太力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 我绝对感受到玄恒的气息的 四方之神中 就说我的力量杀性最重 而玄恒的力量最为平和 与我相互对冲 我们之间的感受实在是太敏锐了 我感受不会错的 别说你了 我也感受到了 洛黄有些疑惑地说 肯定就是玄恒出现了 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切都非常短暂 刹那而已 莫杰也同样有感受 至此无庸置疑 方才玄恒肯定短暂出现过 只是一刹那气息流露 我经过短暂思考之后 最终回头 目光定格在老人身上 只是此刻 我们已经冲进吴尽海的迷雾中 耳畔阴风呼啸 再也看不到那老人了 当下我就吼道 停下 我们回去 又怎么了 老白不耐烦地说 玩小店子 咱哥几个能不能起飞一波了 每次刚刚起飞你就喊停 到底能不能醒啊 你和木兰妹子睡觉的时候也这样 你还能活到现在 还真是个奇迹啊 我摇了摇头 仔细思索片刻 许多事情终于想明白了 非常肯定地说 刚才那个老人就是选好 只不过 之前他变换容貌 所以太离他们时不得收敛气息 所以我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 我们都被他给骗了 他就是玄横 没问题 我们离开之后 他的心绪有了一瞬间波动 那时候短暂流露出自己的气息 被我们立刻捕捉到了 不用犹豫 快点折返回去 说这些话的功夫 我心里头是更加亲民 难怪这个老人知道那么多 玄横是什么呀 洛书地拥有着 占卜他是老大 就是我师父都未必能比得上他 哪怕就在这里躲着 我估计这天下大事 也逃不出他的补算和眼睛 听闻我的话之后 当下众人也不再多说 昆蓬吉一声长鸣 掉头就冲了回去